2014年 我就來這個牧師的聚會 那時候那天都很便宜 狀況都很差 但是那些姊妹真的很愛我 我少了很愛我 他們就鼓勵我來 但是那時候我還沒收到什麼信息 什麼先知性 什麼 很多人都不認識 但是我來到第一堂 就已經經歷聖靈 哇 真是 整個人明明明就跌落地 不知為什麼 我問了耶穆斯 是不是這樣 啊… 一啪就整個人躺落地 是不自主的 那時候我不知為什麼會這樣 原來在他隔離已經是很厲害的 耶穆斯 神賦予他很多能力 那時候還沒有什麼感覺 後來神又向我說 你要奉獻多少錢給他 哇…這樣的數目都頗大 但是我很信服 我知道要這樣做 一定要這樣做 做不行 也都有這樣的能力 你有這樣的能力去做 更加神會說你不乖 那我就很聽話去做 但是我越來越覺得 但是有時候想 唉…那麼多攻擊 那麼多難掌就不要來 那都幾年了 現在到現在 都斷斷續續都來到現在 一百年 都很多攻擊的 但是神經常都叫我跟隨他 我不是說我收錯了 是嗎 但是我說 會不會是真的 神經常給我這個信號 叫我跟你的 我又不懂英文 又不是很熟靈 怎麼跟你的呢 他說行了 你繼續奉獻給他 那我 哎呀 那不是開初那個 那一百年夠了嗎 我叫你這樣做就這樣做 我會供應你 讀保留我的公司 已經是退休沒有工作 但是神不斷供應給他 一直都有工作 雖然人工少了很多 但是足夠我們奉獻了 而且很感謝主 就是有很多的 很多事情上 醫病啊 神都 就是 透過葉牧師 你站近他 他都好像 醫了我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有時候覺得 是不是這麼神化 不是吧 但是 真的很討厭 所以我在看 葉牧師那些 YouTube 我經常看 或者Facebook 你們說的那些 我覺得 真的 每天都真的 都沒有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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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